他説 預計 今個月 月尾 就會公佈 那五千元消費券的詳情 很緊張 究竟是否可以一次過五千元呢? 還是分開五次呢? 究竟是要逐個月用呢? 還是可以調整到一年兩年 或者起碼到明年農曆年呢? 全部未知的 我那四樣東西全部都沒有 很大小 這麼嚴重? 四樣都沒有了? 是啊 即是 又沒有得分開 什麼Tap and Go 我全部都沒有了 八達通你有吧 八達通我不是登記的 他那些來的 即是你那些狡猾八達通 平時的那些 那就要弄一個 還有什麼Tap and Go 八達通 微信支付和支付寶 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一定沒有 全部都沒有 八達通 拿錢而已 一定要拿的 就算是風草病 屌你了 在我武林性火 賣業出 多一個 屌你了 腓力扔了 喜歡來到了嗎? 兩個都這麼認謀 兩個都可以扔 這個人夠小 這個人更小 基本上 你們兩個是玩具 放在報紙上買的玩具 給小孩子推過 老實說 說真的 之前兩部都不夠 之前那一半 他這樣就夠了 如果兩部加起來 說真的 再說說其他 開心一點的東西 都不太開心 哈利 Megan 多生一個女兒 改名是甚麼名字 Lily Betz 照片而已 Lily Diana 然後就看 Betton Winsor 就是蒙巴頓溫沙 蒙巴頓溫沙 就是她的姓 OK 好了 Diana 就是哈利的老母 Diana王妃的名字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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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兄女王 Lily 莎伯二世 她的語名 含家產 就是醜 是老母 Prinse Harry Megan Duchess of Sussex have a new daughter named for the queen and for Harry's mom They revealed yesterday that Lilibet Diana was born on Friday in California Lilibet Diana Lilibet Diana Lilibet Diana